马上跟进沙巴拿督马西纳山谷 爆发山洪的搜救警战 沙巴消灯局证实 这起事故一共造成了三个人死亡 分别是登山团长和两名登山客 有一天气状况不好 加上事发地点相当的昏暗 当局等了将近五个小时 才能够把遗体移下山 所有15名登山客 昨天下午3点开始入山素溪 结果遇上了山洪 其中两名提早完成行程的人 昨晚8点28分向当局投报之后 消诊员马上到场救人 他们现在5月12点救出受困的9个人 其中两人受伤必须接受治疗 至于失踪的3个人 是在一个树桶底下发现的 当时他们已经身亡 当局等了5个小时 在清晨6点天色比较好的时候 才开始把遗体移出来 搜救行动今天下午1点结束 死者介于44岁到58岁 共有两男一女 先准备 我再去少一位 那你帶了一个小时 我再去少一位 在山洪花上 我再去少一位 走到这里 我再去少一位